我叫陳欣,是一個來自成都的95後攝影師 我從事攝影已經有四五年了 然後做三海鯨這個系列是三年前開始的 現在陸陸續續做了大概也有二十到三十個左右的角色 我想把現代畫的理念融入古代神獸的創作之中 通過自己的理解呢 用另一種形式再現中國傳統文化 這是我的第一個作品 然後是陳欣,她的形態像狐狸嘛 所以給她做了一個狐狸尾巴 這件衣服是給神獸肥夷做的 目前來說可能需要幾千根吧 要整體全部弄完的話 可能需要四五天左右 如果我看見這個神獸 我對他有很感興趣了 然後我就會去查閱各種各樣的資料 就會在心裡面想一個草稿 畫出來以後我可能同時也會找材料 我基本上都是一個月才能做出那個成品來 《山海經》這個系列是純愛好的 沒有靠這個東西來盈利 所以說我是需要再賺錢 先把工作完成的 再來做《山海經》 拍攝《山海經》這三年來 為了盡可能地符合角色的那個形象 還原一下當時的場景 我就去了很多地方 我拍《古雕》的時候 去了《俄金蠟奇》 拍《南海蝴蝶九尾湖》 我去了《東煌九泉》 我們去了《胡陽陵》 因為拍得太晚 車拋錨在沒有信號的戈壁上面 大家動得直哆嗦 或者是拍著拍著 突然兩條石頭從那個地方出來 就是感覺很害怕 我的模態從一開始 基本上都是從身邊的朋友抓的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就是支持我 也不收費的那種 還是挺感謝他們的 其實模特特別特別辛苦 而且也有一定的危險性 我哥啊 他每年都會被我扔在水裡面一次 他拍嬌人吧 《青城後山》裡面的那個水多冷啊 就是夏天7月份那個水都是冰冷刺骨的 從前年開始我就接觸服裝設計 然後也給一些弦幻類的題材 電視劇啊或者電影啊 做了一些服裝設計和造型設計這樣 我現在也嘗試著跟劇場合作做舞台劇 我希望我這個《沙海經事》一直拍下去 中國的童話故事也好 神獸故事也好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很驕傲的事情 就我想通過這些 讓大家知道我們中國的這些神獸 是我們獨特的一個文化形象下來的 特別有魅力